嗨,大家好 今天呢,我要给我的这个新做的这个喷纱柜 里面装一把吹尘枪 之前呢,已经进行过试装了 用的是这种子管 因为这个子管在这种狭小的柜体里面显得比较占空间吧 也不好弯折 所以说我就心想说 是不是用一下这种类似这种弹簧管 但是因为我手上没有这个弹簧管 我只有这种巨安枝的这种压缩空气管 这是八成五的 那我只能用这个子管自己做 用的这个方法啊 就是拿一段这个镀心管 然后里面是这种通透的嘛 刚才抽了这么一段出来 然后烙的这个管的外壁 就怎么烙那么几圈 用夹子固定一下 让它这个管子紧贴的这个 镀心管的这个外壁 然后呢,我就用这个热风枪啊 往这个口里面吹气 然后加热这个镀心管 然后它这个 塑料管贴近这个镀心管的内壁 它就会加热 加热完以后 一旦它冷却 它就会收缩 收缩那么它就会定型了 就会定型成这种弹簧管 那我现在这个热风枪 还有这个红外的这种温度仪 也准备好了 那这种管的话 它的工作温度 这个说明书上面是说是60度 那我们先给它加热到70度吧 到70度了 好,我们停下来先看看啊 这有没有融化 这管子好烫啊 刚才的停止的温度 大概是在70度到75度之间 那现在这个 预安置管 我这么放的已经有 差不多两三分钟了 这管子还是很烫 我现在把它吹凉了 看看能不能动行住 那现在我把它拆开了40度啊 哦,效果还不错 你看 已经变成这种弹簧管了 现在再给它吹凉一下 那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提药两下吧 首先是这个温度啊 就刚才我们加热的时候 这温度 你看它上面已经标注了 是油体温度20到60度 一般来说60度是没问题的 那刚才的话 我就给这个镀星管加热到70到75度吧 这样子温度比较合适 如果不行的话 如果你的管子跟我不一样 你加热到70度以上 还不够 你可以加热到80度90度 只要盯着点 不要让它融化了 反正多尝试吧 应该是没问题 另外就是说 因为 这个 你是要让这个 你看这个管子 你要让它内圈 受热之后 冷却 然后它会收缩 就会这样盘起来 这样盘起来 所以说你一定要让这管子紧贴的这个 镀星管 这个外壁 然后我们使用热风枪 就是这个镀星管的外壁 加热 等于说是一个间接的加热 不是直接加热这管菜 是先加热这个镀星管 镀星管 再加热这个管子的 它这个内圈 让它收热 冷却之后收缩 盘成这种事情 所以说基本上就这个要点 这两个要点 好了 那 就是这样了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